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們是今天會針對法律程序 我們先要求市警局能夠接入調查 來查扣這是否屬於不實抹黑的一個文宣 那當然我們的法律顧問也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就收集好證據 延連好我們的對策 我們也不排除有一個提告的動作 那我們要再一次的強調是 負面選舉選成這個程度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整個社會都價值觀都會被扭曲 民主進步黨在他身為一個執政黨 卻主導了整個台灣社會的一股歪風 我們認為這是賊心不實 但是賊心必敗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馬上停止這種不實的一個抹黑 讓選戰主軸回歸到正規 讓一個優質的候選人或政黨能夠提出正面的論述 或比三家不吃虧 但是大家要比好不是比壞 當然即便是這樣子面對執政黨鋪天蓋地的人身攻擊毀滅 我們相信進廚房就不怕熱 不怕髒 甚至我們就是為了要打掃這個廚房而來的 謝謝